第3464集 但他也没走多远 就被一个人给拦住了 抬头一看 是元晨 我一直把你当妹夫的 元晨神色凛然地望着他说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战斗 我需要你的帮助 这个游戏我不喜欢 结束了 陈小巨语气很平淡 元晨说 你想要什么呢 陈小巨微微地低头说 我想要的已经失去了 只要你帮我 你我二人掌控法术界 不管是无稽鬼王 还是明和老祖 我们都一起对抗 你我兄弟联手 没有什么是对付不了的 可你不是人参观 我也不是 哼 什么人参观 元晨冷笑道 不过是个名犯而已 你信这个 实话跟你说吧 我如今 长春诀已经打成了 掌握的是万物生灭之力 依然是造化境界 是这法术界第一人 什么人参观 还能够厉害得过我 陈小巨静静地望着他说 可你没办法接受诸神之力 在鬼王的眼中 你也只是伊丽莎 元晨冷笑起来 我才二十多岁 叶朝阳在这个年纪 怕是实力也不如我吧 我还远没到极限呢 可你没时间了 那鬼王不会给你太多时间的 到时候鬼王来犯 人间泥沙俱下 你就是千古罪人 元晨忍着愤怒说 我们不讨论这个 我只问你一句 你要不要留下来帮我 你做梦去吧 这时候元晰也追了上来 来到哥哥身边 想要说什么 被元晨给止住了 莫处理智浮尘 对着陈小巨说道 那么今天 就是你死我活了 陈小巨听这话 未敢吃惊 你要对我怎么样 杀了你 或者 你杀了我 为什么 元晨叹了口气说 第一 你是唯一知道 我们这些秘密的人 这万一说出去了 我将身摆名利 虽然你大概不会说的 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 第二 他停顿了一下 缓缓地说道 你是我们这一代人里天赋最好的 你将来的成就 竟然不亚于我 所以 你要么做我兄弟 要么 那就只能做敌人了 陈小巨争了半天 又是一句 为什么 因为你早晚就会威胁到我 你会跟我竞争的 不要说你不想 将来的事 谁也说不准 陈小巨这才算明白了 缓缓地点头说 你想杀我 缓尘往的面前走了过去 看上去像是要说什么悄悄话似的 但是陈小巨感受到了杀气 朝后退了一步 缓尘就在这个时候出手了 数十道光滑 如同魔爪一般地朝着陈小巨抓了过来 陈小巨提前躲过了 说道 你杀不了我的 你太自信了吧 缓尘从容出手 一招强我一招 陈小巨越来越震惊 然后发现自己错了 缓尘的实力 已经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这一点不光是他错了 整个法术界都错了 长期闭关的他 实力突飞猛进 不光是手段招式上的娴熟 硬实力也比自己差不多高出了一筹 这就是无法逾越的界限了 陈小巨以闪避为主 毕竟他能够看到各种气息的状态 料敌仙迹 那缓尘也奈何不了他 一段时间的交锋 让他摸清了缓尘的套路 或者说是他的战斗风格 元臣出手速度不是定计 招式大开大合 但是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节奏这种东西 不是靠闭关修炼就能掌握的 毕竟每个人的手段不同 速度也不一样 去学别人 这一来学不到精髓 二来也不一定适合自己 就像打游戏一样 非得有足够场次的施展 才能够慢慢积累经验 找到适合自己的战斗节奏 好的节奏 会让自己在战斗中 一直压制住对方 一旦对方的节奏乱了 被迫跟着你的节奏 那么 你就已经赢了一半了 陈小旭对战场的阅读能力超一流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就他所见过的人力 论战斗的节奏和控场能力 元臣差不多是当时第二任 发出工会上下 除了那几个没讲过出手的 其余那些 没有一个能跟得上这元臣相比 不过 陈小旭本人倒是个特例 他不在意任何战斗的节奏 因为他能看见一切气息的运动 这别人一出手 他就知道对方要干什么 速度又快 就像眼下 他施展毛山凌空步 在元臣用浮沉施展出的各种灵气之间穿梭 遍夜不沾身 元臣倒也不着急 笑着说道 所以我说 你将来会是我的心头大患 你这个天赋 太逆天了 陈小旭虽然躲得过他的攻击 但是一时间也被他纠缠住了 想走也走不掉 只能跟他继续战斗 你们不要再打了 哥哥 你杀了他 怎么跟猪鬼联盟交代 没人知道我杀了他 不杀他 将来猪鬼联盟停他出头 那才是最大的麻烦 元臣也不理他 继续对陈小旭展开的进攻 一边宠着陈小旭笑道 小旭 你知道吗 小旭最初接近你 就是我安排的 本来是想用最原始的手段勾引你 后来发现 你这个人单纯的可怕 于是才偷袭所好 做出了一系列合你心意的事 这才让你喜欢上他 陈小旭一下子就挣住了 朝着元西看了过去 那元西无嘴哭了出来 元臣一击打在他肩膀上 陈小旭应声倒地 虽然他也明白 元臣说这些是为了刺激自己 好让自己分心 但还是刻着不住去想 他很想知道 这个是不是真的 不过看元西的眼神 他已经明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那我们下期见 非常好 再次带你 再次带你 对不起 我们下期见 就带我来